這個很如我們剛剛的副講的 其實是伊蘭雜症科 就是基層的醫療 比如像說我們很多 集中資料找哪一科 很多先叫病人先來載病人 我們先做一個間諜診斷 他如果有什麼專科上的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再轉到其他科去 那我們叫停學科 就是解決很多 可以解決的伊蘭雜症 我們就 祝福我們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很多奇奇怪怪的病例 都會轉到我們叫伊蘭 所以跟各位今天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賴女士 大概 這個病人他賴女士 大概四十幾歲左右 他因為超過三個月的咳嗽都不會好 他有去看過外面很多診所 包括耳鼻歐科、胸腔科、嘉義科都看過 到處看 他們也給他做一個胸部X科 會功能 到處檢查鼻子什麼他都檢查過 可是他都跟他講說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 為什麼還是一直咳嗽呢 所以 而且他們也給他開了很多藥 包括支氣管 氣喘的藥、咳嗽、止咳的藥、化痰的藥 可是 病人講說他吃了好像都沒有什麼效 所以他就到我的門診來看門診 那我請問他的病史 那這個賴女士他本身就沒有在抽菸 而且他過去也沒有氣喘 也很少在咳嗽 那最近也沒有什麼感冒、花燒的症狀 因為大家都知道天氣變感冒的病人很多 可是他來的時候也沒有什麼感冒症狀 聽起來胸部什麼都正常 那他們也把他當成是氣喘跟內心自氣管 就是給他開這些藥 那可是他在於家 我詳細問他那個病史 在家裡工作環境很單純 他也沒有接觸到一些混層、刺激性的化學藥體 這些藥體是常常引起過敏的沒有錯 可是他都沒有接觸到這些東西 那我給他調閱X光跟肺功能檢查 也都很正常 所以就覺得很奇怪說 奇怪他怎麼一直咳嗽都不會好 那我再詳細問他一下家中的環境 才知道說他最近養了兩條大狗 當成寵物 那常常每天都幾乎都跟他心裡不理 有時候帶他去上庫、到處玩 那我是發現說他是不是對這種寵物會有點過敏 所以我就給他抽個錢 這個叫多種過敏原實驗 那後來才發現他對狗往後面 等一下我再給他看 那這個才發現說原來他對狗本身就是那個毛髮會過敏 所以才知道說原來是這個狗 應該是他造成他長期咳嗽原因 所以我跟他解釋以後 就是對狗人比較少接觸一點 或者是比較每天都在一起 給他吃一點、做一點適當的清潔 那我再給他開一些抗過敏的藥 後來慢慢結果症狀就改善了 那這個就是病人 他的那個 他對很多東西都會過敏 吃的東西是不會 這種多種過敏原本 我們去檢查36種過敏 那我們常見的大概有一些這個東西 就有一些對海產過敏的 大概都是沒有 有一些花粉像一些樹、花的那個還好 可是他會對粉塵 就是對粉塵 還有一些塵蠻都比較容易過敏 可是他最過敏的東西就是狗毛 他對狗毛是最過敏的 所以我們才發現說原來就是他對寵物過敏 這個case是蠻有趣的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解釋一下咳嗽有哪些原因 大概我們台語有一句話 就是醫生嚇嚇嚇 對 脱水師傅嚇嚇嚇 咳嗽是我們醫生最難治療 而且也最常見的 大概我們所謂的慢性咳嗽 是超過三個禮拜 有些人是說超過八週 這個代理是他已經超過三個月了 所以我們可以叫他做慢性咳嗽 我們剛剛講過 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能診的病人 很多都是咳嗽 尤其我們加一顆 那 據統計的每個慢性咳嗽的病人 有高過7.4個醫生 所以常常咳嗽咳不好他就到處找 那平均每個病人有做過8.5次的檢查 那很多病人都 他們都會被診斷成慢性肢氣管理或肢氣管理 那吃了很多 像很多 就是一直給他吃抗生素 怎麼樣都不會好 那反覆進行各種檢查 那增加病人的痛苦跟經濟負擔 其實咳嗽不一定不好 我們咳嗽其實我們是一種人力的保護性動作 比如說你有痰東西卡在這邊 當然我們自然就會咳嗽 咳嗽是一種要清除這個混迷物跟氣道內衣物的 可是如果是長期咳嗽 這樣就不好 那我們常常見到的 其實咳嗽大概是普通感冒 這個大概是最多 最近天氣在變 感冒的病人非常多 有一些是鼻竇炎 像鼻子很過敏 鼻竇炎 他也會常常流鼻涕 這種鼻涕本身就會引起咳嗽 那當然有一些抽菸的病人 有一些慢性肢氣管理 他有時候就會常常咳嗽 有一些是氣喘 突然間化作氣喘 那我們還有一些慢性咳嗽的原因 是氣喘 我們常見的有一些 我們有一些氣喘的病人 他可能就是不是受很厲害的氣喘 可能他就長期咳嗽 但他肚子少少少的 可是他本身就是有點氣喘的 還有一些病人他本身有鼻涕道理 尤其是小孩子小朋友 像各位有如果 其實我們在門診非常多 如果各位有小朋友的話 有時候常常就在那邊老品哥 那種都是很多這種過敏性病人 這種過敏性病人 他常常會鼻涕道理 鼻涕道理 鼻涕道理會常常咳嗽 那有一些胃食道逆流 其實很多這種胃 他本身就是常常食道逆流 可是食道逆流以後 他都會早上會起來 就一直咳一直咳 其實他就是因為食道有那個微移昏迷 然後逆流到這個胸部這個地方 然後引起刺激情 他就會咳嗽 那當然這些咳嗽的病人 就佔70到95% 當然我們在門診也很多 慢性眼猴眼 我們像看喉嚨 很多喉嚨都是這樣子粗粗 整個黏膜都很紅 這個是慢性眼猴眼 這種病人也會常常有一個抑鬱感 像烏龍卡在那邊 所以他就會常常會輕痰 當然有一些抽菸的病人 有一些支氣管發源 慢性眼 還有支氣管擴張 這些病人當然一定會常常咳嗽 還有一種叫病毒感染性咳嗽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經驗 很久都沒有感冒 然後一次感冒以後 咳嗽都咳不好 各位有沒有這種經驗 我們門診病人很多都這樣子 咳嗽明明都發燒什麼都好了 可是就是一直咳嗽 那這種很多都是因為病毒感染以後 但支氣管變得比較敏感 他敏感以後 他可能一段時間 有可能會好幾年 或者是好幾個月 他就一直在反覆的心裡咳嗽 這種也在門診裡面很常見 那還有一些高級癌的藥 我們常常有一些病人 他吃一些某一種 就叫AGEZB 那這種病 這種藥吃下去可能就是引起咳嗽 所以有一些病人 他就一直咳嗽咳嗽 會問他說你吃什麼藥 他吃一種高級的藥 我們一看原來就是這種藥 所以這種藥 改一種藥以後就不會咳嗽 所以咳嗽的原因非常多 像有一些本身就是比較神經質 各位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有些人就是很緊張 他常常都在那邊 整天就在緊張兮兮的 他常常就是好像有點輕痰 稍微緊張 他就開始一直在那邊咳嗽咳嗽 所以咳嗽的原因非常多 我們慢性咳嗽 所以咳嗽為什麼會在我們門診病人 短至80 就是這個原因 那當然我們診斷上 我們當然不可調理清心 因為你只要咳嗽的話 當然要詳細查原因 看有沒有肺部的問題 包括胸部X光 肺功能檢查 甚至比較詳細做肺部的電腦算折 當然爾比歐科這方面一定要看 我剛剛講過 就是鼻涕倒流 或者是一些慢性咳嗽 這種咳嗽的原因都氣喘 所以我們要針對爾比歐科檢查 還有胃食道 我剛剛講過 有一些胃食道逆流也會經濟咳嗽 所以可能要做一些胃的檢查 可是如果這些原因 都找不到原因的話 那我們就是要朝過敏來釣場 然後這個病人剛好是因為養寵物以後才開始咳嗽 所以我們就可以判斷說 原來他是對狗咳嗽 可是過敏的原因非常多 你像你工作環境 像有一些他工作環境本身就有很多灰塵 還有一些比如像他做化學藥劑的 他可能有一些有害的物質 像一些甲粉 我有一個病人就是他整天都在 他那個做那個外銷的那個鍵盤 他本身就有一些甲粉 那甲粉這個揮花性物質非常高 他每天在那邊吸那個 常常咳嗽 常常喘 可是我剛剛講說這個沒辦法 除非你不要工作 換一個工作環境 這樣才能完全好 可是很多病人在做的工作環境 我們當然要詳細找一下 家裡是不是有一些其他原因 我剛剛講過台灣是屬於12區 我們很多人在台灣這種環境下就很容易咳嗽 可是他會 我甚至以前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一個也是一個你們紅行記者 他也是一樣 他就是為了他的小朋友 就是一直咳嗽咳嗽好 就是對這種溫度濕度 我們台灣這種濕熱去後他就過敏 他也是找不到原因 後來他就是移民到美國去後 那個小孩子跟我講說完全不可能 所以因為美國的氣候比較乾 我們台灣的氣候比較濕 他本身就是對溫度對溫度不平 這種就是體質 那就是沒辦法 除非你換個環境才會好 那有一些是對花粉 灰塵還有塵蠅 這種也很多 像剛剛講的那個病人 也有可能對塵蠅多 對灰塵 我剛剛那一張那個圖 那這種大概你家裡要避免的話 可能就是要一些 比如說窗簾啊 地毯啊 這些你可能就是要把它定期這樣清乾淨 或者是它曬曬棉被啊 什麼東西曬曬太陽 這樣才會好 因為你這個粉塵他都躲在一些窗簾裡 這些過敏的人其實不在少數 那我剛剛講到說寵物 其實這個大家都很忽略 因為現在講寵物的很多 可是對寵物過敏其實也不少 只是大家都很多都不知道而已 剛好這個病人因為這樣子我們查出來 其實很多病人對很多貓啦 狗啦 白兔啦 小白兔 有一陣子在流行養小白兔 其實也有很多的過敏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那如果我們可以適當找出這種過敏原 來找出他慢性咳嗽的原因 那適當的治療大概就會好 所以這給我們醫生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就是說一個咳嗽的病人來 有時候要詳細問他就是接觸的過敏原 當然你要朝肺部 要朝鼻子怎麼樣來診斷 可是你如果真的找不到原因的話 有可能就是要好好找出他最過敏的東西 如果剛好這個病人可以找到那就會好 不然他在我們一直看 一直吃藥 吃得醒天空白白以來 可是他病人還是不會好 那就謝謝各位媒體今天介紹 講到多了 謝謝